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這個擁抱大香港主義的早晨節目 來到第二節 第二節 恭喜大家發財 公祝大家發財 人人都發大財 熱血發大財 熱血包含你 所以我發財 你也發財 你發財也包含我發財 大家都發財 剛才說了 借April為例 首先你要知道自己賣什麼 這個很重要 發財的根本 你不要以為這件事 簡單 很多人都錯過了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賣什麼 但是 你知道自己賣什麼 有時候會賣不出的 對吧 我覺得 有些做生意的人 聽完第一節之後 會覺得 你還沒禍人達 你都說廢話 你賣給我看 你賣給我看 你賣給你發財 對吧 你賣到才行 賣不賣到發財 就不敢說 賣不賣到的核心在哪裡呢 賣不賣到的核心呢 就是 早幾天 早幾天 有一條片在網上廣傳 就是這個 美聯粗口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就不播給你聽 只是你想我播給你聽 都是沒有播的 基本上那條片是九分多鐘 九分多鐘 主要就是屌老母 說人家是黑衣 畜生都不如 你做人做到你這樣 做人不是這樣做的 你不是人 你畜生都不如在那裂那些銷售市做不到 在那裂那些銷售市 說他 你三百多萬的樓都沒有客人看 這樣 你全部是握底身的 畜生 死乞丐 趕客 然後就不斷 沒有 狂屌 很多人就說 屌足九分鐘就是屌老母 屌足九分鐘就是屌老母 喏 你有沒有看過這條片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屌老母的片 我不播了 因為是九分多鐘那麼長 但是 如果你以為 你以為 這條片完全沒有內容 你就錯了 啊 這條片很有教育意義 教育意義巨大 他在那裂那些銷售市 除了說他們懶 說他們沒有溝通能力 那這些就是 經常都裂人 但是他在裂人的時候 他講了一個 最核心的一個項目 就是很多人都忽略了 很多人在討論這條片的時候 忽略了人家 他就裂他們 你有沒有搞錯啊 三百多萬的樓沒有客人看 你沒有熟客的嗎 他的核心就在這裏 你沒有熟客的嗎 他吵咬你 你沒有熟客 你沒有熟客 你租盤沒有人看 你沒有熟的業主 沒有熟的租客租戶的嗎 你沒有的嗎 你沒有熟客 你做麥當勞 他吵咬他們 我已經減少了很多 你老母 禽獸不夜 人人都不如 死乞衣 我已經skip了這些 但是說來講 他就是說這個核心 就是 你沒有熟客 你做那麼久 你沒有熟客 你不如做麥當勞 你不如做大快活 做麥當勞也有熟客 做麥當勞是有熟客的 他真的說得沒錯 街坊 街坊的麥當勞 那些做開的經理 會認識我 S7有熟客 以前我還吃煙的時候 S7那個人 一見我過去 就知道我吃什麼煙 你不要以為沒有用 有用的 因為過過關那家OK 因為買煙 好像以前我還會買煙 那我買煙 到底我可以選擇去OK買 還是去報紙檔買 那我一向都是去OK買的 便利店 那為什麼我在OK買 不去報紙檔買呢 就是因為熟客 就是因為熟客 後來我就轉了去報紙檔買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轉了去報紙檔買 因為我有一次 在找銀包 左看右看 我掉了銀包 在報紙檔 然後幫我收拾 然後 我找回 我坐下去茶記吃東西 然後 他 認得我 還有他知道我去哪家茶記吃東西 他拿回銀包 給我 從此我變成熟客 然後我就光顧報紙檔 然後 然後 持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後來 我就 少了便利店 然後 有一次 走過同一個商場平台 走過商場平台的時候 便利店 上班 然後他叫我 黃先生 這麼久不來買煙 搞到我不好意思 哈哈哈 你明白嗎 有壓力的 熟客 黃先生 這麼久不來買煙 搞到我不好意思 然後我又回去買 不好意思 不買 備受譴責 我回去買煙 後來就戒煙了 此賴後話 戒煙之後便少了很多 戒煙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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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發現沒有什麼要去買 其實便少了去平台 戒煙之後 戒煙之後 連公仔書都少賣了 這樣 所以 所以就是 承接第一節 講的一件事 就是 做生意很簡單 正如金錢資權所說的秘笈 做生意沒有別的 做生意一件事 做好你的產品 賣出你的產品 做好你的產品 就是第一節講的一件事 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產品是什麼 以及要知道自己的產品 怎樣可以產品的市場價值提升 這個為之做好 做好的一件事 是我做節目的 我知道我市場賣到錢 那節目賣到錢 這個是有市場的驗證 是不是 那麼多人開Patreon 都不要說我開始做節目的時候 節目是賣不到錢 但是我覺得這麼好的節目 沒理由賣不到錢 所以當時都沒有這麼多消費習慣的時候 我就已經覺得 應該是賣到錢 應該是賣到錢 那我就開始賣 開始做課金系統 開始做收費台系統 我覺得應該是賣 應該是賣的 那好吧 做好它 想它賣得好就做好它 因為我了解節目 就是在節目的方向上做好它 除此之外 但是做好都未必賣到 不一定的 你要有客群才行 你要有客群才行 你要破兵 破兵就要做宣傳 做roll show 到處兜售 或者如果你打工 你要去見工 任何事情都有一個破兵的過程 有一個ice breaking的過程 他可能是見工 招聘廣告 或者去一些上課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上課 上課其實是為了找工作 上課可以遇到不同的人 你想做編劇 就去上編劇班 你想入某些行 就去那些訓練中心上課 認識那個行業的人 這個只不過是 找到客群在哪裏 那怎麼為了賣到呢 喂 美聯粗口王沒有說錯 喂 你 大哥 你是人來的 是不是 不是 握底身乞衣 不是說你 我引述一下美聯粗口王 美聯粗口王不是乞衣 不是乞衣 不是乞衣的定義 不是乞衣就有熟客 乞衣其實也有熟客 不然你坐在某個地方 要有熟客 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有熟客 你要有熟客 你要去 你要去 好像我這樣 我當然要照顧我的熟客 所以我要分 我要分狂熱狗 真熱狗 慢熱狗 還有假狗 我要把聽眾分開 我不可以一下子 所有時候都探射燈飾 去發佈出來 不是 要有熟客 我要搞 我會做單 comedy 我會知道誰喜歡跟我吃飯 我會搞NFT 我會跟他們交流溝通 我會知道誰喜歡我 誰喜歡我什麼 那 即使是我 我都要去圈奮 我都要做圈奮的行為 是為著熟客 固定客群 所以我NFT聽眾 譬如我弄了新書 有時候我不是公開宣傳的 有時候我不是在節目上宣傳的 譬如我 剛剛更新了《茶女絲世代論》 我更新了 那個 內容 我有新的 chapter 我都沒有在節目上說 但不是我沒有宣傳的 我跟我的熟客宣傳 我告訴我的熟客 我告訴NFT朋友 我更新了 我給你一些插畫 你看看 我多漂亮 那些 然後當然要虛寒問暖 新年 大家應該都收到我的賀圖 我會發賀圖給你 你看到我的拜年圖 真熱狗的拜年圖也不同 然後 狂熱狗的拜年圖也更加不同 NFT也有些不同 每個都有些不同 那 你要有熟客 所以 美聯粗口王沒有說錯 你做那麼久 等運到 那就是 放在那裡 大家覺得 你做什麼生意都是 你要開店 首先打開門做生意 打開門做生意 本身已經是ice breaking 為什麼做生意要開店 譬如你煮飯 你為什麼不在家裡煮 你在家裡煮飯 沒有人會給你錢來吃飯 你在家裡煮飯 你知道自己的產品是什麼 承接第一節所說 我們用煮飯來計 用承接第一節所說 你做生意 是無他 做出產品 賣出產品 好了 你覺得你煮飯 你覺得你是煮飯 你煮的 你煮的 那你就煮 你煮得好 但你自己在家裡煮 你就只是做出產品 你沒有賣出產品 你賣出產品 你現在要有一個 你在家裡煮 不會有人上來給錢 找你吃飯 你煮到硬香都不會 那ice breaking 那個位置 開店 就是ice breaking 那個位置 開店自然會有客人走進來 如果是 你開店那個位置是有人的話 開店不同的店鋪 就在不同的地段開店鋪 就奠定了你用了不同的力度 去ice breaking 你開旺區 你的租金便貴一些 那ice breaking的力度便大一些 但你已經是破了兵 別人看到你 你已經在賣出產品 賣不賣得出 賣不賣得出 就是另一個問題 你開了店鋪 或者你去了建工 你只不過是on the market 你只不過把自己放在on the market上面 這一步都已經是要想的了 有些人連這一步都沒有想的 在做些事情出來 那你都沒有on the market 你當然不行 但我假設你已經on the market 你已經在market上面 但就正如美聯粗口王所說 你要有熟客才行 不是黑衣 所以當你去想的時候 當你去想的時候 你通常都會坐在那裡想的 就是 為甚麼 沒有生意 當你一這樣想的時候 你想不到下一個問題 你想不到下一個步 你只想完沒有生意 你就在想 到底 你可能會看 你通常會犯一個 大部分人都會犯一個錯誤 當你沒有生意的時候 你只會看別人為何有生意 你看別人為何有生意 其實是沒有point的 因為你看不到的 你看來看來看來看不到的 你看別人 那我先去店鋪看看 跟著 他賣這個東西這麼便宜 難怪有生意 你又賣不到的 你賣那個東西這麼好吃 難怪有生意 你做到你做了 你不會故意做到自己的食物不好吃 但核心其實不是這裏 不是你表面看到的東西 當你沒有生意的時候 你要想 阿強買了沒有 如果你能夠想到阿強這個名字 你就代表有辦法 如果你想不到阿強這個名字 而對你來說 所有的客戶 都只不過是客戶 所有客戶 只有一班人 就像Apple跟聽眾說 你們想看什麼 第一 他又不知道有什麼被人看 第二 也不知道你們是誰 他都想不到 某一群人 某一缺人 甚至更具體 就是某一個人 那 你便是沒有熟客 好了 不要用做節目來做 做節目有一點不對 比喻已經有一點 你去回 我不知道你們自己的行業 是什麼 總之就是 你未必具體知道一個人的名字 未必真的是陳思拉 未必是何太 但是你起碼某一群人 某一類人 某一類人 而你和某一類人 某一群人 到底有沒有聯繫 有沒有連結 有沒有連結 就是 人類是社會動物 如果你根本缺乏社會性 你和你的客群 客人 客戶 是連繫不到的 你自然就是賣不出 所以大部分人就是 跳了一個步驟去思考 一來就想為什麼賣不出 為什麼不發達 為什麼賣不出 有幾個步驟 第一 你賣什麼 第二 你賣得好不好 第一 你要想你賣什麼 再講一次的原理 做生意沒有別的 做產品出來 賣出產品 好了 那 產品是什麼 有沒有想到產品是什麼 第二 就是有沒有想到怎麼賣出 到底他先上市場 他先擺上市場 好了 擺了 擺了怎麼賣多些 好了 然後擺了怎麼賣多些 接著那個步驟 大部分人就沒有想到 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怎麼賣多些 怎麼賣好些 第二個步驟就是 咦 阿強買了沒有 為什麼阿強還沒買呢 這樣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你認不認識阿強 在你的銷售世界裏面 在你的生意裏面 有沒有過阿強在那裏 那你沒有過阿強在那裏 就當然買不到 你都不認識他 你都沒有 就是 你有過阿強 有過阿強 有過阿強有什麼不同 有過阿強 你就可以問一下阿強 為何不買 阿強為何不買 阿強說這個月沒有錢 哦這樣 這樣 那不要緊要 下個月先 那你就已經是 為下個月的銷售鋪路了 是不是 又或者阿強就說 阿強或者會跟你說 嗯 太鹹 這個 那你起碼就得到 那個意見的回歸 原來阿強覺得很鹹 那你淡一點 但是你沒有阿強 阿強不存在 阿強不存在 沒得搞 是不是 所以我建議你 就不要 聽完美聯粗口王 就不要以為沒有內容 其實他講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建立客群網絡 一定要做的 你的生意之所以存在 是因為你的客群存在 首先你有產品 那有產品不代表盛生意 為何你做出產品 然後盛生意 就是因為客群存在 而你沒有去建立的客群 沒有去尋找的客群 那當然是做不到生意 而建立客群有幾個步驟 第一就是破兵 破完兵之後 就建立聯繫 你要認識對方 你要知道他 是想要什麼 還有就是 你要有那個 銷售以外的一個交情 等於我剛才說的 為何熟客會持續光顧你 就像我剛才那個便利店的故事 好像OK的故事 我明明已經去光顧報紙檔了 但為何我會回頭 幫顧便利店 為何我會回頭幫顧OK 我不好意思 他問起我的時候 我不好意思 為何他問起我的時候 我不好意思 因為我本身 跟他建立了一定程度的關係 大家一場相識 兜兜免他問他 尷尬 那你有沒有跟別人建立到這個關係 你問起他 你問起他為何不幫顧你的時候 他會不會尷尬 你有沒有說早晨 有沒有打招呼 有沒有說恭喜發財 新年 有沒有說恭喜發財 有沒有生日 人家生日有沒有在Facebook說生日快樂 這些就是人情世故的事情 而最後為了一件事 就像OK便利店的店員 在街上問我 黃先生這麼久不來買煙 那個人還未戒煙 黃先生這麼久不來買煙 我說來來來 現在就說過去買 不好意思 你有沒有辦法做到這個效果 你做到這個效果 當你一沒生意的時候 你就去找阿強 或者找阿黃先生 你有這件事你就有生意 就是這樣 所以 除了聽我之外 就可以聽多次美聯粗口王 有得著 還有全香港應該只有我 在美聯粗口王裡面發掘到價值出來 所以我這一節又很值得推介給別人 又幫我分享出去 好 那我們這一節就到這裡 再公祝大家發財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發大財 賣個廣告 休息一休息一會 回到第三節